猫猫告狀 有一天,一群小孩很开心地在路边玩捉猎猎 突然,有个小孩很高兴地说 喂,喂,你们快点来啊 我捉到一只猫猫仔啊 大家快点围上去一看 哦,原来那小孩真是双手压着一只中黄色的猫猫仔 这猫猫仔吓得咪哗大叫 来来来,快点这条绳子绑住它 扎实点啊,不要让它走掉啊 那帮小孩咪哩咪哩咪哩七手八脚 真是找了一条粗麻绳子来 把那只猫猫仔扎得好像果精种一样 动都没得动啊 那只猫猫仔只好拎下拎下个无庸庸的头颗仔 望望望这个,又看望那个 爷爷声地在那儿哀救命 刚刚那时,有个乞丐走过来 他见这只猫猫仔实在可怜又可爱 就劝那些小孩说了 喂喂,小孩,你们看看 这只猫猫仔眼睁睁多有趣 绑住人家这么惨 不如,放它吧 不行不行,我们不放 我们要把它当公仔那样玩 嘿嘿,这帮小孩一边说一边伸手出来 这个,撕下她的头 那个,扯下她的尾 有些,还跳脾到 撕耳仔,拔脚板 弄得那只猫猫仔 好像定落那样在地上 起小瞳瞳瞳转 偶然忍不住 猫猫仔还尖声大叫起来 呃呃呃,停手停手停手 呃呃呃,乞丫仔又劝大家了 呃呃,小孩,你们想玩而已 干脆,就是教她耍把气不好 不如放了她的手脚 只是用点小绳子挖住她的颗 这样,她就一样走不去 我们大家给她吃东西 疼她,哄她 她肯定,肯听我们的话的 那時候不是還玩得開心 那些小孩一聽 的確有道理 於是就被那個黑衣仔送了貓仔的綁 從那天以後 這隻貓仔就跟著黑衣學習技 每天他們在熱鬧的虛牆擺擋 這隻貓仔不僅會翻筋斗打千秋 還會行鋼絲轉火圈 那些小孩每天都不知多開心 他們時時看得嘻哈大笑 這隻貓仔為黑衣賺了不少錢 黑衣也很疼他 每天都買些好吃的東西給他吃 晚一刻就抱著那隻貓仔 一起縮在那間爛廟裡過夜 誰知這個虛鎮裡有幾個好食懶做的壞蛋 他們看到這隻貓仔可以賺錢就眼紅了 這些壞蛋夾手 那隻貓仔毒死了黑衣 很輕易地就把那隻貓仔搶走過來 這傢伙用一條很粗的麻繩綁緊貓仔 然後又拉又扯地趕著貓仔去去場 又打羅又打鼓 強迫那隻貓仔表演雜技 誰知這隻貓仔很有骨氣 他一心掛著自己的主人 無論眼前的壞蛋 怎樣打他、罵他、阻止他 他還是咬緊牙關 幾大都不屈服 剛剛在這個時候 只聽見 啪啪啪啪啪啪 傳來一陣陣的羅星 有個大官坐著橋 經過這裏 這貓仔 馬上好像遇到救星那樣 活命地點 又出來咬斷了一條麻繩 一脫子他就一支箭地 飆到去頂空橋前面 接著 噗聲跪低 嘻嘻聲地叫 眼淚鼻涕一齊離 看他的樣子 殺了些人要身冤報仇 難路告狀 大家都覺得很奇怪 於是 國官就叫牙差跟著他尾 一去到這間爛廟 就發現了一個黑衣被人毒死了 那隻貓仔又在人籃裡 找了幾個兇手出來 這隻聰明的貓仔 有恩必報 就是這樣 他幫代自己好的主人 報了十了